请注意,在2004年的金像奖颁奖典礼上 黄子华突然被朱英抽了一个大嘴巴字 那时是他俩同台亮相为金像奖颁奖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进行得挺好的 然而,香港著名主持人黄子华突然说了一些荒唐的话 因为下一个奖项是颁给影片的动作指导的 于是朱英找了个合适的话题聊 不料之黄子华听到此话 马上就开始调侃朱英的名字 口无这栏的用朱来形容朱英 顿时,全场哄堂大笑 这句话一出来搞得朱英尴尬至极 无奈身在公共场所 朱英只能抢言欢笑假装不介意 但黄子华还是口无这栏的胡言乱语 讽刺朱英又爱又受象及了朱罗拉 他想做武打女星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朱英无可奈何只能礼貌而又尴尬地保持微笑 称自己有独特的绝招 肯定会给导演留下深刻印象 这个诀窍就是惹怒男主角 然后朱英马上让旁边的黄子华配合他 其实,黄子华并不是很愿意 然而,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黄子华只好答应了 他以为就是随便表演一下 黄子华万万没想到的是 朱英居然当众狠狠地抽了他一个大嘴巴子 台下所有观众都惊呆了 黄子华摸着被打的脸 自己也惊呆了 他不太理解地说你来真的啊 朱英说因为我没有动作指导啊 一句话像极了再讽刺黄子华开玩笑不知天高地厚 在这次颁奖典礼后 黄子华被人恶意的断章取义 以致名誉一泄千里 网络上都对他铺天盖地的谴责 后来两人出来澄清 事实上一切都是预先设定好的 都是为了引出最佳动作指导奖项环节而设定的 由此可见 当年演员的演技不愧是一流的 一部流神就被众人误解了 但想想看 怎么说 黄子华也是香港的著名主持人 这店涵养肯定是有的 显然是不会说出那些侮辱猪鹰的话 不过 后来黄子华就开始真的口无哲拦了 他在向日本混血演员圆岛大帝颁奖时说 你回到日本后 麻烦你跟日本人说一下 钓鱼岛是中国的 圆岛大地 真是非常可爱小朋友啊 但是圆岛大地 如果你回日本呢 麻烦你跟日本人讲声呢 钓鱼台是中国的 当时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他惊到了 随后迎来的是观众发自内心的热烈掌声 不过 他后来也遭到了日本网友的抵制 只是他毫不在意 因为他本来就不依赖日本的娱乐业 所以日本网友的抵制毫无意义 对此 你怎么看 是否计划